根据男神邓伦今天爆出逃漏税被捕 从2019年到2020年间 邓伦偷逃个人所得税 大约是台币2.2亿元 遭到追缴并开罚新台币4.7亿 邓伦也发声明道歉 表示愿意承担相关一切责任以及后果 而他手上的代言也火速的被终止 但是他在综艺的领域相当的活跃 如果节目需要全面下架的话 包括杨幂 王嘉尔还有Angela Baby等等的大咖 他恐怕都会受到牵连